大家好,我是柴娃娃 今次来开箱落雅星球 在开箱之前就讲一讲这个游戏的小小背景 究竟一个绝版游戏是怎样复活的呢? 从前有一只鸟给一个选友介绍了一个绝版游戏 这只鸟就秉成了买不到的游戏就自己印的勇气 嗯,真是很大的勇气 这只鸟就用了时间和真诚打动了这个原游戏 Kizzo的设计师 到最后这只鸟还成功获取全球的授权 之后再请了独孤威做编辑 原先这个游戏其实100张卡都不到 现在就延伸到将近160张卡 再加入了很多台湾的本地元素 还变成可以Solo的单人游戏 看到游戏的尺寸 就已经猜到这个游戏属于一个轻冊的小品游戏 游戏里面玩家就打造自己的食物链和生态圈 卡牌里面的图片全部都是动植物的真实照片 是一个充满教育和保育游物室趣味的却油 好了,现在急不及待 我们开箱看看里面的卡牌是怎样的样子 大家又认不认识这个牌子呢? 不认识?不要紧,现在就来开盒看看里面有些什么 一开盒就会见到洛牙星球的说明书 说明书就只有一本,只有一个语言 就是中文繁体版 里面图文并茂解释游戏是怎样玩的 废话,因为它是说明书 这一张就是有游戏盒这么大的计分版 手拿着这些就是玩家用来计分的指示物 在指示物上有C网的彩色印刷 摸上手,图案还是凸出来的 游戏的主角是卡牌 现在快镜就打开给大家看看 游戏除了四张帮助卡之外 整个游戏主要有三笋卡 画面看到,游戏最大这一笋 就是游戏里面的洛牙卡 洛牙卡就是生物卡 卡牌里面的全部图案 全部都是真实存在的生物,昆虫和植物 卡牌全部都会见到一些反光的效果 卡牌的厚度也很足够 卡牌的底面都有一层胶面保护着 这种高质量的卡牌,成本都比较偏高 这些卡牌做得这么靓,菜料大大 你会不会产本呢? 最主要的游戏卡就是我手上这一笋 洛牙卡 我眺眼,全部卡都略略看过一次 洛牙卡里面应该没有相同卡牌 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图案 卡牌里面还看到一张石虎卡牌 猫仔你好有趣啊 除了洛亚卡之外,这一盒是基础植物卡 基础植物卡总类只有几款 而最后这一盒是环境卡 环境卡只有几张,图案是打横的 排出来环境卡总共有8张 洛亚星球很快,香港和澳门都可以玩 大家记住要留意 有人说过看卡牌都知道洛亚星球是怎样玩的 不过大家都是等我的教学影片 不过要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不然你就错过了我教学影片 好了,今次开箱又开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